做Jungle之前 當然你功力還不到那裡 我就建議你先把什麼 先新增一個專案 你就不要直接是什麼Jungle的專案 因為Jungle的專案就是會有網頁 環境一定是比較複雜 那你可能會RUN不太出來 很多問題 所以像我的習慣 我是先在Python RUN一RUN OK之後我把它轉移過去 這樣感覺相對的困難會比較少很多 而且就是說至少你會有一個基本的東西 再來改比較不會出錯 頂多是說像Python上學期的東西跟下學的東西 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就是網頁的環境 因為網頁環境裡面 牽涉到HTML的標籤 或未來還有CSS 還有圖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元素 相對的也會比較富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先建一個Python的專案 特別就是在專案記得不要選錯了 這個是Jungle的專案 Python專案 那你把它NAS了之後的話 一樣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只是複習一下 選這個SRC 它會幫你產生SRC的Page 你將來在這邊按右鍵 直接新增就可以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那之前我叫Test 然後把它建議 按右鍵 在Source上面按右鍵 然後呢 新增一個Module就可以了 這個Module的名稱我叫做什麼 比如4 9x9 類似這個名稱 那接下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一樣 其實我就是串接 S 假設我們把它Print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就是類似長這樣子 其實中間我是用那個 這個線格是用這個 反斜線T 就有點像TAB鍵的部分 那你可以什麼 For i i的話指的是前面這個數字 For j是後面這個數字 其實這個跟那個寫VBA 還蠻像的 內迴圈外迴圈 那你假設一個範圍是1到9的話 你可以寫這樣子 或者你乾脆就是寫一個叫Range Range 然後呢 從第一個字到第9個字的話 就是這邊要輸入10 OK 應該有印象了 只是我們把它複習一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產生1到9的數字 這邊底下也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就是串接 那串接的話你要就是 記得 這一串 記得喔 預設是等於空的 這個是它Default值 裡面是 所以如果你給它一個Default值 有點像是宣告 我就宣告S 它就是一個自串的變數 那裡面的話 我後面要再串的話 記得喔 加等於 OK 所以自串得加這個技巧 如果你有學會的話 那以後反正就大概這樣做 再來的話做什麼 我就把那個 我要產生前面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是I 那I目前呢 它因為產生的是一個數字 所以我必須把它轉型 轉型的話是String I 然後呢 再什麼 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中間有個乘號 所以我就加一個乘號給它 串接 在串接什麼呢 串接J 所以再把這個 再把它 我現在複製把這邊改一下 這邊 八成它 然後再等於 所以等於 所以再串一個什麼 等號 然後呢 再串什麼 再 串再加 不過有時候啦 如果你實在是 就是有的時候 你寫完 不知道哪裡錯的話 我建議你先 寫部分 把它Run一下 後面再 這個跑完之後呢 它最後會需要一個換行 所以後面的話 可以加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 換行符號 在這後面 最後串完之後 再把它輸出 直接輸出的結果 應該也就是這樣 沒有等號 所以沒有等號的話怎麼辦呢 那我可以在後面再繼續串 加上什麼呢 加上它相乘的結果 String 刮弧 兩個相乘 就I 乘上J 不就好了 它把它相乘的結果 最後要轉成自串 輸出 再串接一個什麼 因為我中間要分隔符號 所以我串接一個什麼 反斜線T OK 應該可以看懂 然後呢 直接把它Save之後 就把它輸出了 所以 每跑一個就換行 每跑一個就換行 輸出結果 看到應該沒問題 那只是說呢 接下來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轉移到Jungle裡面 其實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 把它改成 剛剛講的 那個 Return HTTP Response 有沒有 丟到網頁 但是呢 問題來了 它那個 網頁上面的結構 裡面剛剛講的 換行 你就不能用這個 你就要 記得要把它改成 反斜線 改成 BR 對不對 然後這個的話 反斜線T Table Table 因為在網頁裡面 沒有Table 它只有空白 但是空白 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個問題 像這邊是空四個空白 這邊的話 可能就空兩個空白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說 你全部都空四個空白的話 它會變成 那個間距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要去判斷什麼 說這邊會有個邏輯判斷 當什麼東西 會是 兩 這邊是四個對不對 什麼情況下 它會只有兩個 你要去分析 感覺上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邏輯性 一定有 OK 所以這個邏輯判斷 可能要自己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輸出 剛剛好 可以是 再來一點 空白 在Python裡面 是直接 如果你要空白的話 你就是這樣空白 它OK 比如說我這樣把它執行 不過我現在是空兩個空白 我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它是兩個空白 有沒有 那就會歪歪斜斜的 那什麼情況下要兩個 什麼情況下要四個 其實你也可以在這邊先踹一下 兩個跟四個 還有一點空白 在那個 網頁裡面 你不能直接這樣空白 特別之外 如果網頁裡面的空白 其實很簡單 你在Juneweaver裡面這邊 按個空白鍵 你會發現 這邊空白 假設它沒有辦法空白 我的習慣就是這樣 插入HTML 如果是空白 它一定是特殊支援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我斷行的空白 OK 這個可能要 因為網頁裡面的環境 就是跟我們的 剛剛拍的環境 是不一樣的 它叫做不斷行的空白 所以你如果要把它輸出的話 你直接 這邊插入有一個 HTML的特殊支援 你會發現 它這邊還是沒有東西 可是你可以發現 這邊會多 其實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這個叫空白 我之前也很多人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就不會空白了 因為網頁就是 你不能用空白鍵 它一定要是什麼 一個END MBSP 然後分號 這個如果說當然 最好是可以把它背起來 不過我覺得背起來好像 現在不是什麼太好的方法 不然的話 你就找個地方 可以找得到 我的習慣都直接在JingleView 它裡面已經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 從這邊去找 那我怎麼樣 可以把空白轉成這個東西 END MBSP 然後一個分號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先試一下 可以把這個 揪成方法表改出來 然後試試看 就說有沒有辦法把它弄整齊 我如果不要用的什麼呢 我不要用那個 反斜線T 我用空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網頁上面的東西 那怎麼做 剛剛特別提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把剛剛JingleView表這部分 那也許你可以用空白 可是空白一定會不準 你不用那個TAB的話 為什麼要把它改 因為我們網頁家還是用空白 那會Y7扭8 所以你可以做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如果 最大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應該什麼呢 會有問題應該是 後面相乘之後 如果它的數 它的值 假如剛好大於9的話 因為你會發現 1到9都一定是個位 前面應該1到9都一定是個位 不會影響 會影響的應該相乘之後的結果 如果相乘之後的結果 大於10的話 那變成說 它的空白數量就會不一樣 可能就是要兩倍 OK才會整齊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多一個邏輯 如果什麼呢 一附 I乘上J的結果 先把它刮火起來做邏輯判斷 如果它相乘之後的結果 大於9的話 那就是給 的那個空白數量就不一樣 OK 然後呢 冒號一下 其實VPA就是這樣 這邊就是一個冒號 OK 兩者之間差異 這邊記得 把它TAB一下 其實在VPA裡面 打也是一樣 一個TAB 然後這邊的話 打一個Ls Ls 其實一樣 冒號一下 一樣這邊一定要冒號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如果這個的邏輯 那我就給 不過我算一下 好像這邊只能一個空吧 因為它是 它好像unicode 所以它沒有分那個 就是一個byte兩個byte 全部兩個byte 那另外這邊的話 就是 假如 那就多一個空格 這邊上面一個空格 這邊兩個空格 OK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原來不整齊的 會不會變整齊呢 看一下有沒有 就整整齊齊的 有沒有 那主要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轉到哪裡呢 轉到Jungle 所以這個大概是前置作業 然後你有信心的嘛 有信心之後 就把它轉過去 轉的時候 你要記得怎麼樣 請你把這一串 複字貼 把這邊改BR 然後這邊的話 用剛剛那個 and nb nb 難記耶 nb sp 如果不會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在這邊 插入一個特殊符號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複製貼過 因為像這種東西 沒有那麼常用的話 我就不會特別去背它 那當然你就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去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待會可以貼過去把它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到 我這邊已經有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是loop的專案 所以回圈的專案 所以我就在loop的專案裡面 先在它的views裡面 建了一個什麼呢 建了一個df 那df名稱叫9 好了 我不知道想什麼 9乘9 就9就可以了 或者9 好了 就是這個名稱好了 那request 然後再來的話怎麼樣呢 把這個剛剛的東西怎麼樣 其實直接把它複製貼就可以了 這一串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那貼的話記得 第一件是要先把這邊按個TAB鍵 一定要縮排 下一階 第二個的話呢 那其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邊要改成什麼 BR 所以就換成 把N改BR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稱號不改 這個你不能用空白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那個 這個 我剛剛講的 這部分空白 那你可以把這個空白 把它拿來 或者你網路Google一下 應該也有答案 然後一個 這邊是兩個 但是我後來發現 網頁上面好像有把那個 數字當一個byte 數字好像兩個byte的寬度 然後就是unicode 然後那個 一個空白 好像把它改一個byte 所以 等下試一下你就知道 把它save一下 再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先在views裡面建了 第二個在URL怎麼樣 再建一個什麼呢 URL其實上面複製下來 一個9 然後呢 執行這個9 的那個剛剛view 所以 原來就沒有了 那把這個 習慣上 要不就是 讓它產生 要不就是把這個 放上去 把它save一下 寫完了 OK 應該沒有問題 我想回去 多做幾遍之後 應該這都很熟了 先view再URL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 再來看一下 把它run一下 一樣輸入我們的URL 把它整理 可是你會發現 好像沒有像python一樣 python是只要一個空白 就整齊 後來我把它試一下 發現怎樣 在這個地方 再補一個 就是變成 如果是 個位數字的話 就是 就是個位數字四個 然後呢 十位數字的 就是等於是 乘完之後 大於9的話 那就兩個 這樣來把它 再跑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是整齊 OK 所以這個當然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請各位 再試一下 如果 因為網頁 畢竟跟 我們一般的環境不一樣 其實大部分都會 外面用什麼排版 用表格 像這種東西 比較少人用這種方式輸出 因為這種方式輸出 畢竟你要自己去算空白 其實不太合理 所以通常 會把這個東西丟到一個表格裡面 做出來的話 類似像底下這邊看到的 假設我今天希望看到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把剛剛的東西丟到裡面去 欸 怎麼要丟進去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就是要把 Python 跟 HTML 語法 結合在一起 輸出 混在一起 所以你要知道怎麼 怎麼把資料放在 網頁的 程式碼裡面 但如果你不太清楚 沒關係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用什麼 一樣用Dreamweaver 怎麼樣 先幫你 做什麼呢 先幫你插入一個表格 插入表格 那表格的話給他9乘9 9個9個 寬度的話也許是700個像素吧 那出戲的話也許是1 其他就不設定好了 就是像這樣 先去這些都不要動 OK 按個確定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 你將來的程式就要這樣寫 怎麼寫呢 欸 一定要在這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table 開頭 寬度的話呢 可能700 這個數字我講你自己去 Bolders 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寬度 他的 方線寬度 一定的話 一定是TR開頭 9個儲存格 就9個 TD TD結束 TD TD結束 9個 然後再一個TR 斜線TR就結束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通常我們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這邊的話呢 其實 最關鍵的那個 標籤的部分 我先用設計 最外面是一個table 然後呢 這一個列喔 叫TR TR TR會有個TR開始 這一個TR結束 TR結束 然後呢 這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就是TD TD開始 TD結束 那就是這樣啦 最後的話 你要結束的話 這邊就有個什麼 斜 那個 斜線T Table 把它結束掉 那你要把剛剛的東西丟進去 混在裡面喔 然後輸出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只是說要怎麼完美結合喔 完美喔 然後就是要結合得 天衣無縫 所以其實啦 如果有Table的話 這個東西就多餘了 OK 因為不需要了嘛 你有表格已經幫你畫好了 你幹嘛還要在裡面空格 這有點像多此一舉 OK齁 但是問題你要怎麼樣剛剛好 那你就要想說 輸出的時候呢 我要在這邊先串什麼 也許你就是 如果你實在是不熟的同學啦 就是這樣啦 可以先用模擬的嘛 這邊假如說1乘上1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裡對不對齁 那你就知道說 那我知道了 我要輸出這些東西之前 一定要先輸出這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先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 先給它預設值裡面 就是這些東西 換行間不要管 反正全部給它接在一起 所以它一定是 這個東西 但是裡面如果有那個雙引號 記得怎麼樣 加那個反斜線 不然的話它會出錯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是有那個 雙引號 好 就會開頭TD對不對 再來就串 所以它後面的話呢 你跑完一個 之後呢 就要怎麼樣 把它結束掉一個什麼 結束掉一個 因為我結束 一定要有什麼 結束TD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能要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 這個齁 斜線TD 這邊也是一樣 OK 那這樣應該就不需要這邊判斷了嘛 反正就是 不論是 所以這邊也就不用了嘛 所以這邊把它拿掉 那底下的邏輯 因為 剛剛是因為那個寬度不足 所以要判斷 這邊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讓它倒車回來 OK 其他的話 我想自己再去把這邊串串 輸出剛好會是個表格 細節其他自己再玩玩看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你的資料 從資料庫過來 資料庫 如果你要輸出 如果不用表格 你怎麼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網頁上面的資料 都大分都表格 因為 從資料庫撈出來的資料 用表格來 那個 輸出最簡單 所以為什麼我們 有時候要去用網路爬蟲抓 一定是抓 抓table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資料庫來的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這一招不會的話 以後你要把資料 資料庫的資料 輸出就是會有問題 另外還有輸出的時候 另外要畫線 比如哪些東西 哪個地方 數字 可能像股市行情 換個顏色 換個底色 對不對 你怎麼辦 你就要在回圈裡面 做邏輯判斷 當什麼資料發生的時候 他就換個格式 換個CSA也好 對不對 其實都在這裡面 繞圈圈 所以你這個東西 搞不懂 我跟你講你後面 根本就不要亂了 因為根本你沒辦法 沒辦法 就是用這樣 這邊有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是用一個取巧的方法 因為這應該對一些 比較沒有這種基礎的 網頁基礎的人 應該是比較有幫助的 但對我們來說沒差 因為這個我們以前 從最早 就是直接從左邊開始 我們那時候寫這個HTML 還沒有右邊的東西 所以你看 剛開始寫一個HTML網頁 它有5000塊的行情 不過那是大概30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網頁剛新起 大家都還搞不清楚左邊的東西 而且沒有工具 以前只能用記事本來寫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HTML 我想我有跟各位講過軟體在哪裡 畫面先黃點各位 所以有時候你寫Zrangle 當然有一個像這種軟體 絕對是有幫助的 不然的話你怎麼可能 憑空用你的腦筋去一直想 這很辛苦的 所以最好寫程式 你要想一些比較好的方法 都讓你寫程式比較沒有很大的負擔 你寫起來就很愉快 左右就逢人了 就怎麼寫都覺得 怎麼寫都可以把你要的結果給寫出來 有請各位要試一下 先把剛剛絕對方表 先變成第一個版本 就是沒有框線 第二個版本是有框線 第三個版本是有框線 然後還做格式 後面的也許我們還可以 可以在從網路上撈資料拿來輸出 對不對 上禮拜我們request 加那個 Beautiful Sub 你想說那老師 會不會拿別人東西 在我網站上秀 動態的即時秀 當然沒問題啊 對不對 你看哪個網頁的東西你喜歡 你就可以馬上Gate直接丟到 只是說這可能會有那個 侵權的問題 但是如果 沒有這個問題的東西 它是開放的 像 各個 指甲室都有開放資料 比如說上 上學期有同學是抓新北市 什麼U-buy的 U-buy的資料 假設你要顯示出來的話 可不可以啊 這裡面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有嗎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 一個小小小的 課程 感谢观看